阿里路亚 感谢耶稣 我们今天会看到这个就是心思的更新 就是这个我们的思想的更新 我们有另外一次讲到情绪 那其实情绪影响人是很大的 很多人都是因为情绪 譬如我们记得很多东西 都是记得以前的不开心的经历 很多时候 但是其实情绪是被我们思想影响的 我们安静一下 我们的情绪是被思想影响 因为思想模式就会影响我们的情绪 我用一个例子 刚刚讲的例子就是 譬如你有一班船 那班船一天只有一班 而你去到码头 你是可以上那一艘船 不过你要等半个钟 你会不会 知道你会不会开心 后面很多人排队 但是有些人上不了船 但是你上到船会不会开心 那你就因为你上到船会开心 但是你要等半个钟 有些人就会很怒躁 但如果你说心态 我都上到船了 等半个钟有什么所谓 等飞机更久 那你的心态 就觉得没什么所谓 等飞机也更久 就是说看个人的心态 他觉得我上到船我就很开心 于是他就会开心 然后他就说等半个钟 没什么所谓 尤其基督徒 等人的时候 可以做些什么 在祈祷 赞美神 思想神的恩典 看圣经 什么都可以 这样的时候 你就会很正面 但如果一个人很怒躁 有没有搞错 要等半个钟 等头 哎呀 等到死了 不要等了 他的心态 觉得很不喜欢 他就会怎么样 发出眼门 他就会 思想不好了 思想不好了 就会有情绪的问题 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很重要 我们处理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思想是正面 思想是全部 用正面看每一件事 如何解决 用正面的方法解决 而有什么不好的东西 不要紧 这个世界一定有不好的 这个世界是没有完美的地方的 那你接受 总有不好的地方 那你就不要紧 我们能够做的就是 改善 改善到就可以了 那你的心态 就会平静了 平静就不会猛争 就不会急躁 但为什么这么多人 这么不开心呢 为什么这些人这么坏 圣经说了 圣经说了 为什么这些人这么坏 世人都犯了罪 那你每个人都犯了罪 每个人都有不好的地方 不过呢 有些人衰得多些 有些人衰得少些 那也同时 有很多人就期望 所以耶稣应该好了 我想问大家 你们信耶稣是不是好了 没有 上到天堂就好了 在地上也有不好的 那你问回自己 那你自己信耶稣 是不是什么都好了 不是 你自己不是好了 为什么你期望每个人都好了 是不是 那这个呢 人呢 就会看到人的不好 就会容易猛争 容易怒吵 有负面的思想 这个就是一个很基本的改变 就是说 见到不好的事情 接受世人都犯了罪 事情总有不顺利 因为阿当犯罪的时候 神跟他说什么 你監众的时候会出什么 出荆棘贼 因为人类犯罪 这个世界就受了咒座 受了咒座之后 很多困难 总有困难 有困难 是不是代表我们死得 是不是死得 有困难 是不是死得 不是啊 有困难 就是处理咒 还有接受咒 就是这么简单 是不是 这个世界总有不好的东西 但是我们 很重要 我们有耶稣 是不是 有耶稣可以有什么 一个内心 有快乐 有快乐 所以就算不好的东西 不要紧 我都一样快乐 那其实这样的思想模式 很正面 神是帮我 你自然的生命就改变 但是有些人 他那个思想模式 关于神 都会负面 怎样负面呢 因为圣经是有警告 有律法的警告 譬如说 圣经又说到 你看重罪业 神就不听你祈祷 我知道有些人是这样的 他看圣经是专看这些经文 他就会看到 哇 我有犯罪啊 那就是神不听我祈祷 就是祈祷没有用 他这样想 就是他用了律法 律法我们都用 律法说到要爱神 爱人 遥恕 忍耐 关心人 这些都是律法 就是吩咐做什么 但是你不 律法呢 有其中一个功用 律法有几个功用 你可以写下的 律法呢 可以是 引导人 譬如 耶稣有时都会 问那些门徒 怎样做 就是问他们 你们可以怎样做法 你们有没有 食物可以分给那些人 去引导他们 让他们思想 他说我不行啊 做不到 那由耶稣 告诉他们 怎样做法 这个一个是引导 那另外呢 就是律法上 这里应该是没有写到的 这里是没有写到的 但是这里我 你就额外写上去 律法可以用来引导 那律法呢 也可以用什么用呢 教导 就是说给人 做什么 为什么用引导 最好呢 譬如说 有个人说 哎呀不知道怎么办 那你就问一下他 不知道怎么办 你觉得有什么方法呢 让他去想一下 等他想完会更加好些 所以耶稣 需要问那些门徒 你给他们吃 你有没有方法给他们吃 这样 让他们去想一下 等你知道不行了 他们就会问耶稣 问耶稣的时候 耶稣让他 让他看到 耶稣可以行这个神迹 就让他知道 耶稣让他知道 你 人做不到的 但是神可以做得到 对不对 这个是引导 第二就是 教导 我们需要教导的 小朋友要教导 丈夫妻子要教导 不过呢 我们不要被人觉得 我们教他 你被他觉得 教你 你就不行了 你可以用 引导的方法是最好的 譬如我太太呢 她会引导我一些东西的 她曾经送了一个礼物给我 她说呢 你知不知道 我是用了很多心机送给你的 那我就 我就听到你的反应 就是多谢我 那你可不可以想一下 我用了多少心机呢 那我就 听完之后 我就舒适想一下 她 她真的用了很多心机 做那样东西 那我就 于是我就很多谢她 就是说出她的心 说出她的过程 如何去送这个礼物给我 那她呢 就立刻赞我 100分 做得很好 就是我太太是会这样 她会引导我 有些什么我可以改善 她不会说就这样 就是 你下次这样做 她不会这样 她就是引导我 有没有思想 那这个方法 有没有效 有效 那这个都是属于律法范围 律法是叫人做什么的 不过它不是用一个 吩咐的方法 有教导 另外是吩咐 吩咐呢 吩咐都有很多种方法 其实看语气的 譬如说 你倒垃圾 这个强烈的吩咐 命令 实际是命令 但是如果你说 你帮我手倒垃圾 你帮我手 那这个 这个语气不是好些 是吧 OK 这些很重要 你写下是很重要 另外呢 律法可以用途是怎样呢 就是 指责 指责是需要的 也指责有不同的语气 譬如你说 你觉得你这样做 对不对 这样的方法 其实都是指责 引路他知罪 是吧 你觉得你这样做 对不对 你这样跟别人说话 他觉得怎么样 是不是这个 这个方法好些 但是另外一个指责 你怎么搞错 你跟别人这样说话 你全世界的朋友都没有了 那这样说话好吗 不好 其实呢 原来我们分别是有 恩典 我稍后再讲 恩典 恩典的说话 和律法的说话 律法也有不同的层次 另外 一个最不好的 律法的层次 就是什么 我说在人制上 就是控诉 你整天都是这么笨的 你永远没有希望的了 你将来做乞丐的了 有没有听过 人们说这些说话 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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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儿子 会不会有很大的激励 生理 生理 他就会放弃 是吧 就是这种的指控 人多不多用 哎呀 你真是笨 你真是没用 这么慢 哎呀 跟你一起真是笨 这些说话是指控 能不能达到目的 达不到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想达到目的 在哪个心里面 有个心思改变 就是用一个正面的看法 什么事情 都可以看开一点 不要紧要的 就算你 我试过在我 学生时期 就有一个这样的经历 我跑去追车 神用了这个方法 当时我没信耶稣 但是神用了这个方法教我 我追车的时候 那时候 有个五毫子的银 几十年前 跌到地上 巴士在那里 我一定要追 如果我放弃 的车 我就可以收拾那个银 但是收拾了银 的车一定走了 我可以追车 但是银就放弃了 那我当时就想一想 我放弃哪样呢 那我就想了 我都是追车 放弃那五毫子 那我就跑去那里 跑去那里 就追了车 就是追了车 就追到车了 那一次我学到 就是说 有时候你看开一点 不见了五毫子 死不死得了 死得了 不死得了 那五毫子都可以 买到很多东西 买到两支汽水 就是说 就是好像现在 现在十几元 那样的意思 但是呢 我心放开 就不要紧 那我就处理内心了 内心不要有 一个负面的想法 不要说 死了又没了五毫子 不要这样想 没了便没了 不用想得那么严重 我追到车是好的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处理内心 然后处理事情 譬如如何处理事情呢 就是 但是我曾经试过一次 在一个周末要讲五篇信息 哇 很急 因为很多事情赶着做 那么 五篇信息都没有预备好 不过有概念做什么 那我当时有点急 但是跟着呢 神就给我的意念了 你五篇要做 你能不能一起五篇一起做 行不行 不可以 只能做完一篇又一篇 那我做一篇的时候 经常想着那四篇 会有什么效果呢 不专心了 是不是 又很猛了 很急了 所以我就说 我做的时候呢 不要想那四篇 我只是做 专心做这篇 可能我要做得快 比平时 我写完这篇 又写第二篇 就是说你有五样东西做的时候 你不能五样一起做 你知道我做完一样 又做第二样 你平静的 你去做完一样 你就有力量做第二样 是不是 那这个就是一个主事的方法 当你这样主事的时候 你的思想就会平静了 你的思想就会觉得正面了 我先去那里讲说话 我先去那里讲说话 我先去那里讲到律法的说话 我讲到是恩典 我讲过恩典的祈祷 大家记不记得恩典的祈祷 多谢天父你在爱我 你陪伴我 你体重我 都是神给我们 我们同人可以说恩典的说话 就是用回圣经的观念 就是说 神很爱你的 你很重要的 很宝贵的 我见到你就欢喜了 这些是恩典的说话 大家明白不明白 我们试一试 给大家一些例子 分辨一下恩典的说话 和不同的律法说话 看看大家分不分辨到 你真是很可爱的 恩典 恩典 见到你就烦了 这个律法 属于律法是哪一种 控宿 控宿 是一个控宿的成分 你快点去做事 命令 命令 并且带有什么 带有情绪 带有情绪 其实我们留意每一句说话 情绪是很影响的 是吧 每一句说话 情绪 你快点去吧 还有你快点去吧 有没有分别 有 很大分别 情绪和语气 是很大分别的 我们一起合作真是好 这个是什么 恩典 恩典 哎呀 见到你就烦了 律法 情绪 律法是属于什么 有情绪 这个属于哪一种 控宿的 快点帮我手 这个是什么 明令 这个 吩咐和命令之间 吩咐和命令之间 而这个语气是怎么样 温和 温和一点 大家留意一下自己 不要留意别人 别人知道就好了 你就不要控宿 比如说 他经常说话都令我很烦 很烦 他说什么都令我很烦 那你就会对他很负面 其实凡是这样的人 我们就会分辨 很重要分辨 不要批判 你经常看他分辨 不要批判 分辨 不要批判 分辨是什么 我知道他是容易烦的 我知道他有这个问题 我知道他很负面 知道 还有你批判是不同的 批判就是 我见到他 我就眼火爆 最好他快点在人间消失 那我不见到他 我和他合作 哇 还吵过什么 当你有这种思想的时候 好不好 不好受 其实当我们这样看人的时候 是不好受的 但是人总是希望人 人都是很好 但是这个只是一种希望 但是人会不会个人都很好 不会的 当我们越对人好 有时人就会改变的 会提升的 会引导的 但是这个是要逐步引导的 我太太其实真的很有智慧 我感谢神了 其实神给了我很多智慧教导 一个牧师这样的 帮到那么多人 我太太又会给一些提面 有些牧师就说 那么多人喜欢听我 为什么是你不喜欢听我呢 其实我太太很喜欢听我的 很亲爱的 她很欣赏我 她说 我看到那些人怎么接受你 和你怎么帮我 我很为你开心的 但她依然会内中给一些提议 我的 我听到我不会说 我搞错 那么多人都接受我 可以教导你给我提议 我是会欣赏她 因为男和女总有不同 而且她是很有智慧的 我觉得神呢 为爱她的人预备是眼睛未曾体见 人心未曾想过 是最好最好的 她会给我一些提议 曾经试过这样的提议 有时我都留意不到 我自己里面都有一些 的负面的意念 她试过跟我 首先我讲一讲 就是我之前有第一个太太 她因为色奴归主 我本来打算单身去服侍 但是神为我预备这个太太 我又没有追她 她又没有追我 神安排 而我们有很多印证 但我依然在这个过程 我是寻求神十一个月 然后我们才开始拍拖 为什么呢 我不想进入戀外 然后我才说 不是 我要看清楚 这个是很重要 因为我们的生命很宝贵 我们不是随意见到一个人 都很好 事事正正 OK 不是这样 而是我们的生命很宝贵 那我们去动物园 她就说 去沙滩拍照 因为我们又去花 那些树 那些草地 那些收尾拍照 她说去沙滩 我说那些沙呢 就是 又会吹到相机那里 因为我们以前拍照 就说那些沙吹到相机那里 那里就会很难搞的 而且呢 那脚又要弄髒了 又要买脚了 那我就说了这些意见 那接着她就跟我说 她说呢 但是沙滩拍照很浪漫 沙滩拍照很浪漫 那于是呢 那我想问一下 是不是你的思想模式 哪有ところ困难先的 那我自己去想一下 反省一下 那我想大家想想 例如自己的儿子说 做了什麽 有没有假装弄这个假装强,不可以的,不对的,我不是需要这样的假 有没有一想到就想到困难先了,就想到不行的 有时候会这样,我在留意,为什么我会想到困难先呢 就不去尝试问他,为什么你会选择去沙滩,了解一下他原因 我就开始留意我这些负面的,就是对于人的提议的负面的回应 对我好大帮助,我又好多谢他,原来就是一个看事情 怎样看呢,是很大的分别,你有没有留意,你的丈夫或太太跟你说一些提议的时候 你会很容易说,不行的,你的提议不对的,有没有这样说呢 其实呢,我们留意,第一,不行的,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呢,你的提议不对的,这个变成了什么呢 是一个人生攻击,你不想的是不对的,不行的 当你这样说的时候,他就觉得,我说什么你都不适合听 他对你的观感会怎样呢,会不会很喜欢你啊 不会啊,他觉得你很烦,看什么都不肯的 这个就是我们留意的,我们有很多人就跟我说,我丈夫又不喜欢跟我说话 有时呢,他又不想到他自己跟丈夫怎样聊天啊 所以我们自己留意一下自己,我们到底跟人聊天是正面还是负面 当你回去留意呢,就会很不同,但是正面和负面最重要是来自你的心思 我们今次就讲到这个思想的改变,这个心思的改变 当你的思想是正面呢,你很多东西都会很正面的 你整个人都会正面的 当你的思想是觉得什么都困难呢,你整个人都会困难的 OK,我们现在看一张纸,经文,心思的更生 真言四章二十三节一起读,有真经文一起读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心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一心的果效,所有的果效在哪里发出啊? 在心里,而你的心呢,可能很多人,你以为想正面的多还是想负面的多呢? 是的,那想负面的多,自然那些果效是什么呢? 负面的思想就会出什么的果效啊?负面的果效 负面的思想会出正面的果效啊?不会啊,是很难出正面的果效 所以我们知道原来我们的思想每一天,很多人说 他这么坏,我当然这么想啦,当我们这么想的时候就影响了,是不是? 原来影响了自己,整个人都是很负面的,整个人看什么都很负面的 这样的时候呢,做人其实是很苦的 我们其实做人是什么呢?在一个不完美的状况,怎样享受神 我们学这东西,跟着我说一次,我们基督徒要学习 在一个不完美的情况,怎样享受神 亦都享受同人的关系 我想问你,有个人不完美是否代表你不可以跟他聊天,不可以做朋友啊? 不是啊,人人都有不完美的啊 但是丈夫有什么完美? 不过她也有完美的地方,是不是? 其实有时候你期望,你要知道你期望什么 通常男性是比较少说话 那我估计男性多一点,多一点溝通,多一点表达自己 不过你想期望你的丈夫变得好像你这样,这么容易说话呢? 容易啊?不容易啊? 不容易,如果你猛期望就可能失望 所以她有时候,你说很多句,她说一句 那你已经感谢神了,她说一句已经好了 你问一下她,你觉得有什么意见啊?她会说一点 那你就感谢神了,你不要期望她像你这样 那你也管理自己的舌头 因为有时候有些人有太多话说 不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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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话说的,肯定太多了 那男人又觉得你很烦 所以有时候我们的期望影响我们的心思 我们就会说 想问一下大家,你的丈夫没有帮你做事? 有没有帮你家里做些东西? 会有 有些会有,有些没有,是不是? 我想问一下,你想想,你的丈夫有没有一些好的地方? 有 有 那你就想她的好的地方 个个人当然有些不好,是不是? 那所以你想想她好的地方 你就会说 啊,其实我丈夫都有好的一面 而且你越欣赏她,她越好的 你想她做得好,你越欣赏她 她越做得好的 会不会啊? 不过可能我们欣赏不下 心不强 我一人有很多心 总是喜欢踩低人 证明她不够你那么好 她是不好的 她什么都不好的 她不及任你丈夫的 踩低她,就觉得自己高一点 其实踩低她的后果是什么? 她会不会更加接受你? 不会 她更加不喜欢听你说话 她不喜欢跟你说话,受谁受苦? 自己受苦 所以她有什么好呢? 你就尽量欣赏她 尽量跟她说好说话 尽量欣赏她 就算她真的有些困难也好 那你说不要紧了,慢慢来改 其实很重要一点的就是 你要改人呢,她很多时候会拒绝 但你对她好,她可能会慢慢改 我太太有一件事很好的 真的 有时我吃东西 弄死一些东西 尽量欣赏她 尽量欣赏她 多数太太说什么? 很论证 她说不要紧 回去洗就可以了 是很简单 因为衣服可以洗 每天都洗 回去洗就可以了 是很简单 很正面的 那她时时呢 譬如她有时 我又没有收拾 她和我收拾了 很快收拾了 那我看到她收拾 就令到我下一次想收拾了 有些什么要做 譬如我去喝水 譬如上了床了 有些咳嗽 要喝水 她就跑去拿水 我让她自己拿 她很快聚 即是很快聚 一看到我需要 立即会帮我 而且她记得 我哪里被蚊咬过 她和我查完 下次再看看 还有没有 还要再查 即是她会常常挂着我的东西 我看到她这样 我又更加有动力去挂着她的东西 这个就是 凡事都看正面的东西 她有没有缺点 总有的 我有没有缺点 总有的 但是我们不要看那些缺点 有时人这样 其实很多好东西 那些这样的缺点 就扩得最大 每天都看那些缺点 结果是怎样的 越整越大 越整越大 越不开心 所以保守我们的心 其中一个就是保守正面 时事是祝福的 不要那么计较 不要那么要求 其实多数人的猛争奴 都是要求人 但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 不完美 但是我们慢慢认识 好像我作为牧师 是不是每个都听话的 看到那些教友 是不是每个都听话的 不是的 看到他们不改变 是不是我真的好猛 呀呀呀 好惨啊 做牧师好惨啊 是不是这样 不是的 那我做了 我应该做 就提升 而且你看我在教导的时候 有没有猛 呃 你们不听话 啊 不会的 不会的 那些人乖一点 不会的 我越轻松 那些人越容易改变 是不是 所以调教的思想 很紧要 调教的心态很紧要 其实难不难啊 数一下你丈夫 太太的好处难不难呢 和她按摩一下 难不难呢 不难 不难啊 不过你不强 那你说我因为耶稣去做 你不要和他说 你不要因为耶稣 我和你按摩 你的心 和自己说 耶稣 我因为爱你的缘故 所以我爱我的丈夫 爱我的太太 就算她有不好的地方 我依然爱她 那你就调教你的内心了 好了 弗洛比书2章14节 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 就是做什么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 这个就是 人很容易负面 就会发怨言起争论了 怨言背后是什么 怨言的后面是什么 有些不喜欢 或者不喜欢某个人 如果不喜欢是基于什么呢 不喜欢是基于一个期望 我想她是怎样 我想我的老公 常常记得我的生日 什么结婚周年 你想 但你不记得呢 他不记得 那你就失望 我太太一早写完了 在全年那些日历 她已经向我写完了 今年有些什么日子 她又会一起和我想 她不会计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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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她有时都会问我 今天是什么日子 那天是什么日子 她会问我 我不记得她又不要紧 她有个很正面 不会说发怨言 在她心里的期望 我都跟她说 我说我永远 虽然我很爱你 但我永远不会像你那样 那么细心对我 我不做得到这件事 我永远都不会像女性 那么敏感到某些的感觉 那么紧不紧要 不紧要的 你的丈夫 会不会有一天 完全像你那样 不会紧不紧要的 不紧要的 不紧要 不完美 不紧要的 你接受她是这样 而你慢慢把它改善 而欣赏 是OK的 我想问你 当你和人一起 是不是你教她很多 她就会改善 不是 你和她很 一起开心 反而她喜欢和你一起 她会慢慢 因为喜欢你 而牵就你 是吧 好了 不要怨言起争论 就是说争论 就是说 哪个拗赢哪个 有些人很喜欢拗 很喜欢拗 有个人说 哇 这里买东西很便宜 哪里是 那里更便宜 他说这里很贵 他又说 不是啊 那里更贵 就是总是 很多 人家说什么 他当然是说不是的 这些情况 男性比较多些 就是要拗赢别人 要比较好 男性很重要 就是要比较好 你不要踩下他 你游得他 就是你越跟他踩下 你跟他越拗 是越无用的 所以你明白 男性很着重 他被尊重 他的意见被尊重 虽然他有时 有时说话不是真的 但你不用那么具具 拼他 由得他 好了 人容易有负面 或者破坏性的思想模式 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坏到极处 碎到极处 碎到极处 人就是这样 人就是坏到极处 人人都有的 男和女是不同的 其实很多时候 人就会把神创造他的好东西 就变成不好的 女性是其实很有责任感 是很好的 所以家里没有东西 是谁知道先呢 太太知道先 丈夫都不知道 有些什么都不知道 儿子要上学 要买书 又不记得了 太太会记得 但因为这个责任感 有一个好处 就是他会照顾 但一个不好处是什么呢 他会有种控制性 他会很懵做不到 凡是一个好处 有时就带来一些不好处 所以他会怯 他会急 急的怯的时候 他也会有情绪爆出来 所以这个我们明白 如果丈夫 看到太太有时 很急 很怯的事情 没有做到 你接受他背后出于爱 是关心的 这样 他更加觉得舒服 我知道你关心 所以你那么紧张 那时候 他又觉得舒服一点 这个就是正面 尽量想人的 背后的正面 一面 那我经常都会 讲 我跟我太太说 多谢他送的礼物 或者做的东西 我会多谢他 你会特意去想 特意去想一些东西 令我开心的 特意去做一些东西 令我开心 他真的时时有这个心 我就时时欣赏的 还有我有什么改善呢 他都经常告诉我 他是很欣赏的 好了 马太十二章三节 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 就发出善来 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 发出恶来 好了 为什么有些人 这么容易发起呢 因为他里面 是有很多恶念 很多猛症 很多怒躁 很多怒躁 我这个女朋友 或者男朋友 又漂亮 又英俊 又有钱 又好 通常会说这些东西 他有什么条件好 很少说 啊 我认识这个人 我真的要怎么爱他 我关心他 我见到他有什么需要 我就会帮他 人通常结婚的时候 怎么想的 我要怎么对他好 因为想到 我想我太太怎么 我想我丈夫怎么 我想问一下大家 当你找对象的时候 你是想 我想见到他怎么 还是你想怎么对他好 是的 多数人都是这样的 而且多数在结婚之后 多数都是埋怨 他又不收拾 他又发脾气 又长气 又啰嗦 又闷尋 又听不到我说话 多数说这些 很少说 我又做不到什么 我应该做多些 是不是很少说 自己想做什么 很多时候是计算 人做什么 其实那种心态是什么 自我中心 还有自私 只想到我要什么 这个就是 他的心要什么 于是他的口就出什么 但如果你的心 是善良 常常祝福人 自然你的朋友多 还有神也都恩待你 有些人又很吃虧 也有很多人跟我说 我知你这么善良 神是被人欺负的 其实他不知道 我善良 但我懂得分辨 我不是 看到人就 不是人说什么 我就全部相信 我知道他背后有罪性 不过我一样对他好 我知道他容易不好 我依然对他好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只是祝福人 当我这样 经常祝福人 我是不是经常被人欺负 经常被人欺负 其实不是的 我没有吃虧 其实我祝福人 我自己反而是祝福的 所以你的心态 不要说 我对人好 我和他按摩 吃虧了 没有吃虧的 你对人好 反而他对你更加好 你的朋友更多 你觉得我的朋友多不多 我说 其实 四位都是朋友 还有我见到哪个在街上 他都很喜欢 牧师一起去吃饭 一起去聊天 很喜欢的 他觉得和我聊天 是开心的事来的 他不会觉得 牧师又来闹我 我最近没有人跟我说 牧师你又来闹我 不会这样的 我一直都是关心的 因为我的心 都是想祝福人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 我想祝福人 你越是祝福人 神看到你 你的心就会怎样 越祝福你 你的心也都蒙福 越是你要求人 哎呦 这个人 你回来 街头 那里 我会就会 你的心就会 你带爬 你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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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